这个男人不管干什么都只用5秒 因为他干啥都很快 给女友打电话 超过5秒不接就立马挂断 毕竟等得久了 当务他送快递 作为老板 他让所有员工5秒内必须装好邮件 要是超时就直接开门 但现在可好 他给困在一座荒岛上 一待就是1500天 男人名叫老汤 在圣诞节这天 因为出差着急赶飞机 给女友送礼物都只是在车上送 女友知道他喜欢掐表记时 就送了老汤一块怀表 里面放着自己的照片 这样每次他一看表 就能想到女友 而老汤则给了对方一块小盒子 表示等自己回家才能打开 说完他就连忙赶飞机去了 谁知这一走就是1500天 老汤刚起飞没多久 就遇上了空难 飞机坠进海里 还好老汤抱着个橡皮艇 安然躲过一劫 再次醒来时 他已经身处在一座荒岛 身上的船呼机泡水坏了 喊遍半天 岛上也没人回应 他用在沙地上写下大大的help 可第二天一掌潮 help没了 老汤内心有点绝望 这又渴又饿得该咋办呢 突然头上砸下一颗椰子 食物有了 可作为一个老摄储 他拿着椰子不停砸 砸了大半天 最后做了个小石片 这才把椰子给打开 老汤渴得不行 连忙把椰汁往嘴里倒 他想爬上小山峰 看看四周 但鞋子给冲走 这光着脚走踩着痛啊 他又撕下裤子 做了个简易不斜 费了半天的劲 他终于爬上小山峰 可这四周望眼过去 空落落的啥都没有 突然 一具尸体浮在海面上 他连忙游了过去 是飞机的机长 老汤将尸体拽上岸 拿走了对方的鞋子 和口袋里的手电筒 知道对方的名字后 他挖了个坑 将尸体埋了起来 并在墓碑上刻下了机长名字 老汤被困在孤岛上 可他不仅不着急 反而拆起了快递 他满欢期待地拆开包装 一盒子弹 一叠离婚鞋一输 其他的则是一颗排球 和一双滑冰鞋 还有条连衣裙 剩下最后一个快递时 他才想起自己的快递职业 为了顾客决定先留起来 可打开的这些东西 不能吃不能喝的 咋搞呢 不过也不是没用 划冰鞋可以用来划东西 鞋带还能用来绑伤口 拆开的快递盒 还能做个床铺用 连衣裙上的蕾丝 则能用来捞鱼 虽然鱼小了点 但为了生存还是忍了 老汤又用冰刀磨煎木棍 使劲一插 就插中了小螃蟹 不过这流出的枝叶 他也不敢吃 接着他又开始钻木取火 可电视上看着简单 老汤从早搓到晚 这火硬是没有点燃 他不服又换了个搓法 结果手给搓出血了 气得他拎起排球往地上砸 冷静过后 老汤又捡了回来 看着球上的血手印 总感觉像张脸 他用手笔画了几下 一张人脸就出来了 就这样 老汤在孤岛上的同伴有了 名字就叫威尔森 有了同伴的士气加持 老汤钻火也来劲了 终于过头点完了 他开心地像个小孩 绕着篝火直蹦的 尝着烤熟的螃蟹 这才是正常人该吃的东西 之后老汤每晚都在跟威尔森聊天 聊工作 聊家常聊爱情 搞得女友都没这颗排球了解他 久而久之 老汤的牙痛愈演愈烈 他痛得实在是受不了了 便拿着冰刀塞进嘴巴 他怕得不行 可还是拿起石头砸了下去 一段时间后 海上出现了一丝亮光 那是搜船 老汤兴奋极了 赶紧拿着手电筒 在那摆球就信号 可灯光实在太弱 船只根本看不着 他又给橡皮挺充气 直接就往海上滑了过去 可一阵海浪袭来 老汤连人带挺就一河 摘进海里 这下倒好 大腿还给礁石划伤 老汤痛得哇哇大叫 真的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没办法 他只好继续待在岛上 可这一待 却是四年 老汤已经很多天没喝水了 眼看要给渴死 突然他看到地面叶子上有水 于是他赶紧爬过去用嘴吸 可光这么点哪够啊 他又拿着椰子壳 在丛林里用叶子 一片片的接露水 该到吃的了 他又像个野人一样 拿着木叉在海上补鱼 但其实老汤是个现代人 他曾是快递公司老板 每年赚的钱都有好几个爽 天天就是大鱼大肉 吃不完就到 可现在遭报应了 他被困在荒岛上四年时间 只能靠自己生存 而这四年时间 老汤都成了被爷 求生竟能熟练的让人心疼 这天海滩上 飘来一块塑料门 虽然老汤十足也人味 但基本的现代知识 还是有的 他用塑料门做成船帆 造了个木筏准备从荒岛逃生 他带着女友送的怀表 和已经四年 没有开封的快递正式起号 虽然内心充满了激动 但回过头 看向那座待了四年的荒岛时 他的内心还是有私不舍 万一回到城市 跟不上社会 爱人不爱自己 那该怎么办 可还没来得及多想 暴风雨袭来 木筏不仅濒临摧毁 就连最忠实的伙伴威尔森 都落在海里 老汤拼了命想也去捡情 可距离实在太远 体力跟不上 最后 他只好眼睁睁看着 陪伴自己四年的老友 渐行渐远 他躺在木筏上嚎啕大哭 突然 一艘游轮驶过 火熬四年 老汤终于被救下了 而作为飞行事故的幸存者 他一回国 就受到万千群众的喝彩 可尽管回到现代 但睡觉时 他都不愿躺床上 反而睡地板 更有安全感 他回去找女友 但女友早已成为人妻 可尽管如此 对方心里依旧爱着老汤 不仅始终坚信 他还活着 还留着老汤的汽车 摆家里四年 分别时 两人终于忍不住 在雨夜中拥吻 虽然还是当初深爱的他 但如今各自的生活 却又不得不分道扬镳 最后准备重新开始 新生活的老汤 将存了四年的快递包裹 超时送到了客户家里 他站在十字路口 凝视着远方未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荒岛余生》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